美國軍方表示 經過初步調查 海軍一艘核潛艇上個月 在印太地區國際水域發生的撞擊事件 是潛艇撞上水底海山所致 中國官方對此事件繼續糾纏不由 海軍第七艦隊在11月1日 發給媒體的一份聲明中表示 調查發現 康涅迪格號核動力潛艇 在印太地區國際水域行動期間 在之前未度過的一座海底山脈上是擱淺 海軍的聲明未有說明這艘核潛艇 當時所在的具體位置 以及為何撞上水底海山 但第七艦隊指揮官將會考慮是否向相關人員追究責任 美軍太平洋艦隊10月7日表示 康涅迪格號核動力潛艇10月2日 在印太地區國際水域潛航時撞上一個物體 但未有人受到危及生命的傷害 聲明中表示 該所謂核潛艇保持著安全以下穩定的狀態 潛艇的核推進裝置 以及空間未有受到影響 仍然可以全面運行 在該段時間以來 中國政府一直向美國施壓要求公布 核潛艇發生撞擊事件的具體地點 核潛艇當時在執行甚麼任務 以及是否出現核蝕漏 並指責美方遮遮掩掩 揭發透明以及不負責任 美國國防暴婚人 柯比拒絕接受中國所說的遮遮掩掩 他說美國宙事件已經發了新聞稿 說美國掩蓋事件是很奇怪的 按下 說美國宙事件在崛尾 位於是弱形容 學生事件在崛尾